宏渡史佳的同学,请你们拿出你们Bout and Bud的诺课出来 那些没有诺课的,你们去导入那个方法在Google Classroom那边 然后翻开你们的诺课第3面 今天我要讲解的是这个4.2这个部分 Gayunikan warisan masyarakat Karajan ala merayu 所以什么是叫做Gayunikan warisan 也就是独特遗产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会看这些马来王朝的一些独特遗产 这些独特遗产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我们来看下这个第1个的点 Karajan ala merayu mabuni Gayunikan warisan yata sendiri 所以每一个这些马来王朝 都有这些马来王朝 像Jampa,Funan,Majabahit这些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很独特的一些遗产 这些遗产我们可以以以下这几种我们来去探讨 所以第1个就是System per merindahan per merindah 王的统治系统 第2种我们可以去看他们的Karajan per merindah 也就是王的一些机制 那些王怎么样那么聪明 怎么去管理他们的国家 第3个我们会去看的是Pekinbangan kagiatan economic 那个国家那个Karajan的经济发展 Pekinbangan kagiatan economic 我们叫经济发展 然后第4个我们会去看他们的Pekinbangan social buddhaya 他们的社会文化的发展 跟最后一个我们会去看的是他们的宗教 就是这5个啦 所以这两个我不看 不讲我们讲重点就好 我们直接看第1个就是System per merindahan per merindahan per merindah 第1个 王的统治系统 我们来看第1个 Karajan karajan ala merindahan per merindahan per merindah 所以大多数的这个Ala merindahan per merindahan per merindah 他们都有这个都实行啦 我们讲实行王的系统 就是每一个Karajan他们都有王 然后 这意思说 这个王的统治系统是管理系统 他们的独特性是我们可以从 这个王他们把宗教 同化在他们的管理系统 也就是说 王把宗教结合在一起 来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看第三 System Permanent Han Berraja Murta Raja sebagai Tongga Utama Tongga Utama就是 他们的一个国家的 根基 但你必须看 跟Bantuan代表的 Bara Pembesar 王的地位 是由谁人去巩固他们 就是由这些 Bara Pembesar 去帮助他 去管理他们的人民 然后使到王的地位 更加巩固 然后我们看这边的重点 就是这个图 System Permanent Han Berraja 我们会从这三个 Point这意思去看 Pelantikan Berraja Kedudukan Raja 跟Geraran Berraja 这整个王的管理系统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Pelantikan Raja 就是王的委任 谁可以做王 在一个Kedudukan里面 通常这些Kedudukan 他们都是 Berasaskan Gerdurunan Pelantikan Raja 王的委任都是 以继承的方式 也就是说 他爸爸是国王的话 他的孩子 那个太子 就会当那个国王去世过后 太子就会成为 那个整个国家的王 我们叫继承 然后被承认 Ole Pembesar Kedudukan 受到这些大成本的承认 Kedudukan Raja 地anggap sebagai 苏籍 dan berdaulat 所以一个王的 他们的地位 他们都被视为 很纯洁的 苏籍我们叫 纯洁 跟很 berdaulat berdaulat就是 很独立的 OK 所以 从头呢 你看 Dalam Kedudu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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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Kedudukan Based on你们的实力 如果那个 就好像那个兵士 他们成为将军 将军之后 如果他们势力很很强大的话 他们就会可能被 成为那个 湖南或是 Jampa的王 OK 除了 等等的可以变成 有机会变成王子以外 有的地方 女生也可以成为 那一个 什么 我们叫做 Raja的 OK 所以 总统呢 是这样 这个Majabahit 你看 Boleh melantik Dalam Kalangan Wanita Kalangan Wanita 可是 他的条件 一定是要 Begedudrunan Raja 也就是 王的女儿 OK 王的女儿 也可以有机会 成为 那个地方 就是Majabahit 的王 OK 总统呢 在Majabahit 所以比较special 在这边 他那个遗产 独特的遗产 也就是说 在 Funa Champa 军事有机会 成为王 然后 Majabahit 女生 女生 王的后代 就像公主 都有机会 成为 Majabahit 的王 OK 其他的 就是以继承的方式 OK 然后我们看 第二个point 就是 Kalangan 王的地位 OK 在以前 在Kalangan Alam Layu 王啊 这些Raja 都是被 被视为 Dithisan Deva 就是 神的化身 OK 然后 必须要被 受到 尊重的 Peludihomati OK 这个当时 是在 受到 这个 信徒教 跟佛教的影响 当时 这两个宗教 OK 所以 当时 在 Agamat Islam 来到 我们这些 Kalangan Alam 之前 那些王 他们的 称号 我们称为 他们叫做 Raja 当 Islam 来了之后 他们的 称号 才改成 变成 Sutan 就像我们国家 这样 我们的王 我们叫 Sutan 对不对 所以 以前 在 信徒教 跟佛教 当时 Islam 还没有来到 当时 的时候 Kalangan Alam 都是 信奉 佛教 跟 信徒教 所以 他们的王 称呼 叫做 王 所以 王 被 被视为 神的化身 神的化身 必须要被 尊重 然后 当Islam 来了之后 那个 王 的名称 我们才变成 Sutan 或者是 我们叫做 Kal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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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回教国家的 领导人 它是一个 称呼来的 Sutan Kadada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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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mat Islam 然后 你看 这些 Raja Raja Musti Dihomati Dindakan Mengingari 就是 否认 那个王 如果 那个 人民 他被 察觉到 他是 否认 那个王 他就 被视为 是 你在 否认 你 否认 你的 神 因为 他们把 王 跟神 的地位 都是 放在 平 就是 同一个地位 的 王 就像 他们的 神 一样 如果你 否认 那个王 证明 你否认 那个 你的 神 如果你 否认 他 这个行为 我们就 叫做 Mendahaka 就是 造反的 行为 或者是 叛逆的 行为 如果 在当时 你可能 就会 被 砍头 所以 他们很严重 如果你不尊重 你们的王 就被抓 然后被砍头 另外一个 我们叫做 Graran Permarindah 就是王的称号 在这个System Permarindah 里面 我们一看的是 这些王的称号 它没有什么称号 所以在 Agama Hindu 跟Buddha 的时候 看我讲到的 在Agama Hindu Buddha 的时候 他们都是用 Graran Raja 或者是 Maharaja Maharaja 我们叫做 王帝 Raja 我们叫王 当 Agama Islam 来的时候 他们就 开始用 Graran Sutan 这个名称 接下来 他们 dianggap sebagai Raja Di Gunong 有的王 他们 认为 他们是 Raja Di Gunong dan Maharaja Di Pulao 为什么 Gunong 他们要用 他们是一座 山 的一个王 或者是 一个岛 的一个王帝 是为了要 显示出 他们 显示出 他们的 威武 跟权力 Menggambakan 他们的 Kabu Saran Gwasadan Raja 你是 一座 山 的一个王 一个岛 的一个王 所以 你应该要被 觉得 他的地位 被提高 所以 可以显示出 他们的威力 人民 就会开始 尊敬他 或是 害怕他 然后 Tadapad Juga Gorong Raja Yamagun Gararan Berdasakan 他们的 identity 可以有的王 他们就会利用 一些独特的 一些称号 来显示出 或是根据 他们的身份 或者是 他们一个国家 的一个 独特的 一个身份 就好像 你有发现到吗 Raja Funan 还有Champa 还有Anko 还有Shuijaya 他们都用 一个称号 叫做 Varman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们这几个 这四个 Gorong 他们的王的名字 就叫 Varman 对不对 什么什么什么 Varman Chandra Varman 有几个 我忘记了 都是用Varman 后面 这个就是他们的 一个 Gorong 来的一个称号 代表他们 一个 他们自己的 国家的 一个 独特的身份 OK 好 我们先看 第二个 OK 第二个的 一个独特的 遗产 我们会从 这一个 Kobijak Sanaan Permarinta 就是王的 机制 OK 所以王我们讲 为什么他们那么的 机制呢 第一 他们很厉害去 Memile Dambambangun Kan Pusat Permarinta 他们会去 选选适合的 第五点 成为他们的 管制中心 OK 通常呢 在以前 这些Permarinta 他们都会选 一些 Kawasan Strategic OK 这些Kawasan Strategic 包含了在这个 Persisiran Pantai 就是在海边 然后通常在海边 或者是在河边 河的附近 为什么呢 因为方便他们 河流 可以方便他们得到水 跟食物 海边 方便他们做贸易 然后有这些港口 做买卖 OK 所以这两个地方 Persisiran Pantai 跟Lambasungai 都变成了 Pusat Permarinta 就是他们的统治中心 就是有 王宫 的地方 或者是 成为了 Pertumbatan 住宅区 人民住的地方 跟港口 OK 这三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第二个 Permarinta 就有食物的来源 所以河流那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 一个交通工具的 一个道路 他们用河流 OK Notice Permarinta memili 登陆Lambasung Antara Timo Dambarat 有的王傲 他们很聪明 他们特地 选一些 比较 strategic的地方 就好像这个 Permarinta Oxio 也就是在 湖南的 这地点很好 因为 它是在 一个 我们讲 一个道路 这些 商人 他们从 西边 要去到 东边 必须要 经过的 一个地点 所以这些 这些 商人 都必须会 停留在 这个 湖南 这个地方 来 休息 或是 修理 他们的 船 或者是 Karajan Siri Jaya 这个地方 Siri Jaya 在 印尼 那个地方 所以 船 他们都会 经过 他们的 港口 OK 所以 这样 多年 这样 这个 湖南 在这里 OK 这些 商人 从 西边 的地方 他们要 去到 东边 的地方 他们 必须要 停留在 这个 湖南 所以 这个地方 是很 strategic 除此之外 Pemerintahan juga menjadi kawasan Bukit Gunong 还有 Telok Telok 是 海湾 sebagai Pertunjuk Arah Pertagang 也就是 成为了 那些 王 他会利用 山 或者是 高山 或者是 海湾 成为 这些 商人 的 地方 子南 OK Untok Singad Di Pertunjuk Pertunjuk Gun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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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 海边 所以 那些 商人 他们在 海上 对不对 他们 航海 要去 一个 地方 他们 看到 Gun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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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就可以 知道 我 已经 来到了 Kedah 所以 Gunong Gunong 就 成为 地方 子南 OK 他们 就可以 沿 就是 跟 那个 看到那个 山 他们就可以 一直 往那个 山 那个 地方 走 就会 去到 这个 Kedah Di OK Juntonia Gun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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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Kedah Di 这个 地方 OK 除了 这个 Gunong Buket 成为了 这个 地方 的 子南 Buket 跟 Telot 海湾 也可以 成为 了 这个 Band